這個有需要負擔到他的負債嗎 因為他不是本國人 所以好像有一些不一樣的問題 就是不一樣的問題 應該說整個公司有三個股東 不是只有他一個股東 所以都還在釐清當中這樣 對對對 而且我們就是要持續繼續做下去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說 我覺得20週年然後重新出發 應該也很有power 然後還有希望盼望的感覺 你再做一個尾音上揚的版本 讓我聽聽看好嗎 我還用這種方式跟他講 不然他那種就是藝術家創作人 會覺得你是不是在質疑我的作品 對可是他就默默的又跑回房間 他本來都已經寄給公司了 然後他又默默的進到房間 然後再唱出一個版本給你公司 然後後來公司就選擇了這個版本 對 對 有像食物有比較好的嗎 有 我有胖回來一公斤 一公斤 一公斤 所以現在是 一公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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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覺得你的所有狀態 就是體力上面可以就是進到 八點檔裡面了嗎 我覺得 出道22年不是出道強 因為其實在當中我也已經恢復很多宣傳活動啊 然後我也會問自己說 欸你剛剛的笑容啊 你剛剛的應對啊 然後那些接話啊 真的是我很發自內心的想要 就是你會進入好像上車的感覺 就你搭上這半車你就會一直往前走 然後因為小時候我阿嬤去世的時候我也還在拍戲 所以我就記著我那時候我還是 五十三二起來就是還沒拍戲 我還是在那邊睡一口哭 因為我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對然後 那種感覺很熟悉啊 但是就 當然因為那時候很小嘛 然後跟阿嬤的感情跟當然跟艾成的感情是不太一樣的 對 但就會鼓勵自己 那個時候可以 現在也好 將來也一定可以 對 因為現在有在討論出有關於 艾成的那個負債的狀況 所以你是會限定繼承這補合嗎 對 好像 國民本來就有限定繼承的權利 所以不管你要怎麼辦就是 不管你要怎麼辦就是 本來就有這個權利 對阿 但因為其實他不是本國人阿 所以 這部分的一些細節都還要讓律師 我已經有交給律師來處理 有需要負擔到他的負債嗎 因為他不是本國人 所以好像有一些不一樣的方法 就是不一樣的問題 對 所以 而且其實 應該說整個公司有三個股東 不是只有他一個股東 對 艾德沙有三個股東 對啊 所以不是只有他一個股東 所以都還在釐清當中這樣 對對對 而且我們就是要持續繼續做下去嘛 好 平常 在土地說 你應該會找到 你一個臨 在有一個股東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